第二天一早,君子诺早早地起了床到食堂用招时,联军的厨子不错,哪怕他避鼓了,也每顿不辣。魏无羡打着哈欠走进食堂,拿了一份招时,看到师傅在,就坐过来,师傅早。 艾英早,君子诺咬着包子,看他一脸困倦的样子,就知道他昨晚没休息好,在看到他脖子上不经意间露出的点点痕迹时,了然地挑挑眉。 他吃掉手中最后一口包子,压低声音问道,艾英何忘记做了? 吐!魏无羡刚入口的粥直接喷出,接着咳了声来,嗨嗨,他左右看了一眼,见没人注意这边, 才慌张道,师傅,你在说什么呀?君子诺直指自己的脖子,魏无羡下意识地一捂自己的,红韵顺着脖子爬上了脸,他羞涩道,我猜,我和蓝战才没那么呢。君子诺拉过他的手把脉,原仰还在,他才放心。 然后语众心长地告诫魏无羡,你还好,这种事太早会损害根基。你和旺姬还好,别急,等你们急贯才行。 顿了顿,又道,若实在忍不了,满十八也行。 魏无羡整个人都红透了,他低吼道,谁急了?君子诺点头,对,你没急。 魏无羡抓狂,正要反驳,这时蓝望鸡也走了进来,看到魏无羡的位置,加快了脚步。 他先和君子诺见了礼,才对着通红着脸的魏无羡问道,魏英,怎么了?脸怎么这么红? 魏无羡嘶嘶嗯嗯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 君子诺道,没什么,就是告诉他你们两个别太早行访。 刚落,蓝望鸡也红了,我,我们没,没,君子诺摆摆摆手,拿着餐具晃悠悠地走了,完全不管自己扔下的雷。 留下魏无羡和蓝望鸡两个小年轻,修成红包。 半天才传来魏无羡修脑的声音,都怪你。 蓝望鸡愧就道,是我的错。 昨晚的魏英太诱人,他把人啃了个遍。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,百家联军又和温氏继续交锋,鲜血和哀嚎声充斥整个战场,营地里的气氛也满是焦躁。 这一天,聂氏兄弟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,谁也劝不住,只好去请清衡君和君子诺,一同的蓝氏双臂和魏无羡也跟了来。 他们才进聂氏营帐,就见聂明爵正一脸愤怒地瞪着聂怀桑。 而聂怀桑也一改往日见了兄长就怕的样子,耿着脖子回瞪聂明爵。 见清衡君来了,聂明爵才压野心里的火气,见礼。 清衡君不受,问道,你们兄弟这是怎么了? 吵得门声都怕了。 聂明爵一听又火了,他指着聂怀桑道,还不是这个臭小子。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,就是不听话,非要跟我讲。 蓝锡尘上前拉过聂怀桑道,怀桑,怎么跟你兄长吵起来了? 他知道聂怀桑的性格,最看重明爵胸,不可能轻易吵起来。 聂怀桑看到蓝锡尘含在眼里的泪,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 委屈道,锡尘哥哥,我大哥要把我送手,他不要我了。 蓝锡尘沉沉默了,送聂怀桑走的事,他还真知道,是聂明爵来求父亲的。 现在战事越来越难,聂明爵顾不过来,怕照顾清台聂怀桑,他就这一个弟弟了。 不想他有什么差错,就要求清衡君,让聂怀桑跟蓝启仁一同回云深不知处。 他才能心无牵挂地投入摄日之争。 聂明爵在脱孤,蓝锡尘斟酌了一会儿,对着聂怀桑道,怀桑,你知道你大哥最在意你,你在战战场他不放心,跟我叔父回云深不知处,他才不会分心。 聂怀桑哭道,我当然知道,可我就是不想走。 聂明爵听了就要上来打他,骂道,你怎么就不听话? 聂怀桑喊道,我就不听话了,我知道我一走你就无牵无挂地上战场拼命,可我就你一个亲人了,我就只生大哥了。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我怎么办? 聂明爵一下子安静下来,半晌才道,我们兄弟两个总要留一个,长老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 聂怀桑扑道,聂明爵怀里,失声痛哭,道,我不要聂氏,不要长老,我就要大哥,大哥,你别让我走。 哇,在场的人心里都不好受,可这就是战争残酷。 聂明爵眼眶发红,心中难受。 他也不舍得,可他没办法,复仇,总要有人报,他怕错过了这次,再也没有机会。 聂明爵神情变了几遍,最后胜妥协。 他把大掌放在聂怀桑的头顶,揉了揉,无奈道,多依你吧。 聂怀桑立刻抬头,脸上还挂着涕泪,打了个哭中阁,大哥,你不送我走了。 聂明爵取了帕子,呼在他脸上给他擦脸,力道之大,聂怀桑的脸很快就被擦红了。 他道,不送了,多大的人了,还哭成这样子,不嫌丢人。 聂怀桑熙熙鼻子,道,反正也不是丢这一回了,只要大哥不送我走就行。 蓝熙尘此刻才笑着道,好了,好了,既然说开了就好了。 头一次见你们兄弟两个,吵成这样。 回想刚刚的事,聂明爵和聂怀桑都些不自在,聂明爵才端起主人的架子,请诸人落座,让聂氏门人奉上清茶。 大家都不可只是沾了沾唇,就说起聂怀桑留下的事。 聂明爵拱手,羞愧地对清衡君道,清衡君之前商定好的事,今日就作废了,给蓝师添麻烦了,惭愧。 还让我们兄弟两人各,惊扰了几位休息。 在座之人纷纷都说,不必在意。 清衡君道,既然怀桑要留下,那他身边的人就要注意些,多筛几遍,别让不轨之人钻了空子。 聂明爵道,我也是这般想的,打算把三长老派到他身边。 大哥!聂怀桑猛地站起来,吃惊地道,三长老是你的左膀右臂,怎么能派到我身边? 聂明爵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,道,派别人我放心吗? 聂怀桑顿时安静下来,内心挣扎,他既不想离开大哥,也不想让三长老到自己身边。 三长老跟着大哥比跟在自己身边有用。 就在这时,君子诺突然问道,聂二公子没有自保能力,何不多为他寻些保命的法器和福传? 聂明爵苦笑道,不是没想过,只是君前辈不知道,我这弟弟从小就不爱修炼,资质也不好。 我父亲原本想着有我在,就放任了他,我总不会不能养活他。 没想到,父亲意外深固,我怕我哪天有个意外,怀桑不能自保,总逼着他修炼。 天才地宝的位置才将将结出金蛋,也没有任何对敌经验。 如今战局越来越紧张,我怕他有个外衣,才想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。 谁想着小子这般不听话? 大哥,聂怀桑心中后悔,自己当初怎么就好好修炼,如今也能不让大哥为自己担心。 聂明爵看着他道,我总想在有生之年把怀桑往后的路都安排好,可总觉得还是做得不够。 聂怀桑难受得不行,聂家的功法有问题,修为越高,死得越惨。 父亲死得太突然,大哥为了震慑那些不老实的人拼命修炼,现在修为是足以威慑住所有人了,可大哥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,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,随时能要了大哥的命。 清横君和兰启仁重重地叹了口气,为聂明爵授护聂怀桑之心感叹。 君子诺仔细打量了聂怀桑一遍,问道,聂家只修刀道。 聂明爵不知道君子诺为何这么问,但还是回答道,对,聂氏先祖是个杀猪匠,入道时用的是杀猎刀,聂氏后人就一直用刀。 杀猪匠啊,君子诺只肩倾机桌面,沉思了一回,择了一声,看向聂氏兄弟说道,不对,不只是刀刀,应该是以杀入道。 错了,全错了。 聂怀桑眼睛一亮,急忙问道,君前辈可发现什么。 君子诺看着聂氏兄弟,站起来指着聂明爵道,用你家的功法和刀,攻击我一下。 啊?聂明爵没反应过来,聂怀桑大声叫了一声,大哥,快点。 哦!聂明爵从桌后转出来,斟酌一下,挥着坝下向君乐诺打出一道刀器。 君子诺接了,感受刀器之中的意境,才打散刀器,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。 聂怀桑极切地问道,君前辈。 君子诺坐回位置,擦了擦手,聂氏先祖是杀猪匠,虽是以刀入道,但和聂氏现在的刀刀不一样。 他用的杀猪刀,杀猪刀也是一种凶器,所以入道后的功法里,自带了杀意,掺杂了一点杀法道。 之后也不知道是你们先祖或是哪一辈的前人舍了杀猎刀用了大刀,走得虽也是刀刀,却是意气道,功法之中的杀意无法宣泄,累积在刀里生了灵。 随着修炼功法越久,慢慢就会影响刀主人的情绪,经则走火入魔,经脉尽毁,众则暴体而亡。 蓝家四人并不清楚其中细节,但聂明觉和聂怀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? 聂明觉看着自己的坝下,坝下像是认同君子诺的话,散发出一阵阵杀气。 聂怀桑连连点头,他道,正如君前辈所说,君前辈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 君子诺道,很简单,赌不如书,不要压制刀铃的杀意,刀铃的杀意少了,之后再慢慢改进功法就行了。 蓝启仁思考了一下道,会不会太残忍? 君子诺逆了他一眼,没好气道,有什么残忍的,修仙一向弱肉强食,哪怕是蓝氏也是如此。 蓝氏先祖虽是和尚出身,但建立起蓝家也是杀伐果断。 怎么到了你们这些后人手里,就这般心刺手软? 君子诺的话如同一记重锤,砸在青横军头上,他脑中混乱起来。 是啊,蓝氏先祖是唯一人入红尘,人去我一去的豁达人物,到了他们这里怎么就变条束手束脚起来? 他们是不是错了? 他看向蓝启仁,在他眼中看到同样的迷茫和心惊。 他们错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蓝氏也走歪了,先祖虽是迦蓝出身,但他建立蓝氏竟是还了俗的呀,他们为什么要以迦蓝束缚住自己? 他错了,蓝氏也错了。 想明白这些,青横军只觉得耳边传来一声清脆的烈声,仿佛身体里的桎梏碎了。 那也听得了,《座話的红尘域》看着它今天诶纸祝硫的,说明了。